男人使用丘比特之键瞄准伯母射去 下一秒他就无法自拔地爱上自己 哪怕让他去死都是轻而易举的 那天男主站在百层高楼上 他想要结束自己这毫无幸福可言的生活 没有一几秒钟就跳了下去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被一个天使抱了起来 原来是天使拯救了他的幸运 可男主却并不想活着 因为他从小父母双亡跟伯父一家一起生活 隔三差五就会遭受虐待 天使把他带到楼顶上 要给他翅膀获得自由 能飞向任何一个地方 要给他丘比特之键获得爱 所有被射中的人都会爱上自己 随后把两个光环套在了男主身上 男主尝试释放翅膀 一瞬间便飞出几百米开外 在天空中翱翔宛如做梦一般 最终他落到了金字塔上 天使说他的父母其实是被伯父母设计杀害的 男主简直不敢相信 天使见状便提议回家问问伯母就知道了 男主立马飞回家 伯母见到他一脸嫌弃骂骂咧咧 男主使用丘比特之键射向伯母 几分钟后伯母再次起来 他已经无法自拔地爱上男主 他一把推开伯母 询问是否杀害了自己的父母 伯母瞬间愧疚到极点承认了这件事 还说是他老公提议这样做 以取得你爸妈的保险金 没一会伯父被吵起了 他听到伯母竟然把这件事 说出来气得直接上手去打他 男主心如刀绞 他抱怨到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们 伯母听到这句话发了疯一样 立马从厨房抽出一把刀 毫不犹豫地捅穿了自己的脖子 男主被吓坏了 这才知道丘比特之键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从此刻起 男主的命运也将会得到逆转 是